身价上亿的美女总裁 竟然下嫁给了自己公司的小保安 新郎换成她 什么 可让小保安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这份和女总裁的意外缘分 却并没有给她带来 想象中的幸福和尊贵 反而让她感到了耻辱 因为婚后的她 不仅一点没有享受到 总裁老公的待遇 白天还要傻乎乎的在公司门口站岗 就连想给自己的好妹妹 走个后门弄到公司 都被总裁老婆一顿批评叫 你怎么了 这么多年 你还是第一段分找我走后门的 不过走后门也没有用 公司有公司规矩 然而更让她觉得难受的是 只要一到下班快天黑时 白天还把她当保安看的总裁大人 却又忽然切回到好老婆的身份 把她抓回家一顿蹂躏 跟我回家 我治得不了 但最让她觉得是奇耻大辱的 还是女人对她的态度 因为不管她如何全力配合这个老婆大人 这个女人每次玩开心后 不仅完全不管她心中正在燃烧的火 就自顾自的去抹香香了 更是连共整棉的待遇都不给她 直接把她赶到客厅 当起了厅长 面对这种非人的折磨 哪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受得了啊 于是 小伙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了 她要主动出击 好好让女人见识一下 自己的魅力 有一个用户心中心 就会记得起 全能量能不能都不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